哈囉 抱歉 我可以帶太陽回家嗎 我媽說 小時候我很愛吃奶嘴 吃到很大都戒不掉 直到有一天 媽媽把我的奶嘴 丟去給路邊的野狗啃 我才終於戒掉 但那個畫面 一直成為我心裡的陰影 所以 我一直不是很喜歡狗包 這幾個月 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多了一個女兒 來 天啊你給大家看 你變得多大 開始囉開始囉 又嗨囉 這就是我現在的生活 除了繼續南北走跳 也要追著太陽東奔西跑 它是不是有點大得太快了 那我們往回推一點吧 你該不會是大哥吧 哈哈 哇欸我最喜歡它欸 其實不錯 你長大會是什麼樣子啊 徒步環島 在花蓮橋下遇見他們的開始 就扛起了三個責任 幫他們找到主人 就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在台北 送走了月亮 星星 也收到台中太陽主人的邀請 這會是個很完整的收尾 也是很棒的旅程 但一直有種說不上來的複雜情緒 直到要跟太陽告別的最後 才終於正視自己的不捨 但我從沒有想過要養他 一路上都沒有 隨著眼淚落下 太陽竟然不可思議的填著我的眼淚 不知道他懂不懂告別 但我是相信他懂的 他說他叫關頭說我好難過 最後一段回家的路上 走了一整晚 也想了一整晚 也在終於抵達終點後 我打通了那通電話 喂 叔叔你好 我是昨天那個 送狗狗過去的那個林先生 對 就是 因為我昨天回來之後 就一直一直很 一直很 一直在想 就是我真的是很 真的很捨不得 然後我也跟我家人都確認過 然後我是真的很希望 能夠把他接回來 OK啦 OK啦 謝謝你 他非常抱歉 沒關係 沒關係 他這個很聰明 我今天叫他 叫他很多東西了 喔 真的喔 對 他很聰明 叫他很多東西了 謝謝 叔叔 沒關係啦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那我早上十點過去 好 OK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太好了 打算買點禮盒來補償一下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好 好 謝謝你 不好意思 沒關係 這個給他給你 好嗎 喔 不用 不用了啦 沒關係 沒關係 不用了啦 欸 太陽 太陽 你們都抱習慣 他要討抱 喔 真的喔 對 真的喔 不然他會太愛抱喔 太陽小鮮喔 OK啦 OK啦 好 謝謝你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不會不會 沒關係啦 還沒關係啦 對啊 畢竟有感覺 跟動物們之間有感覺 對啊 對啊 好 開慢一點喔 好 OK 太陽 我們回家了 好不好 回家了 好感動喔 謝謝你太陽 對啊 謝謝叔叔 還有你們一家 幫我照顧了他一天 然後 我這樣子 反悔的 很不好意思啦 但是 我覺得如果沒有開口 我這輩子都會後悔 熟悉的感覺 欸 啊 回家了 好不好 來 你先在這裡一下 我 來給你擦一下身體 這樣來 很棒 等一下喔 太陽 太陽 進來新房間了嗎 耶 給你 探索一下 這也是我幫你打造的家 雖然還沒有整個完整啦 一來就搖坦坦 雖然我那個本來就是 留著給你搖的 從今天開始 我就是太陽的爸爸了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我房間的環境 這邊是我的工作區 我的床 然後 這邊是太陽的地盤 裡面 這裡是 我的更衣室 如果有看過我們之前影片的人 大概知道 我是怎麼裝潢跟設計我自己的房間的 原本沒有考慮到狗狗的位置嘛 但是我自己覺得我的房間 還算是寬敞 可以給他有活動的地方 因為我怕他太過去我的電腦 所以我在這邊也擋了一個大藍骨頭 可以給他 舒服 但是希望他不要亂搖就好了 OK 今天已經是太陽來到 我房間的第三天了 這兩天我真的快被搞瘋了 我剛剛帶他到外面去 散步一圈回來 應該是有放到他的墊了啦 攤掉 睡覺 剛剛已經帶他在草地上 我已經奔跑到全身都是汗了 應該是OK了吧 他平常在我房間真的是 嗨到不行 我是把他上廁所的地方設計在 靠門口這裡 因為他已經認定了 這邊是他的休息區 他要離他比較遠的上廁所 一開始我放這個尿布墊在這裡 他完全不懂意思 他就上在我工作的這一條 然後就是一下便便的尿尿 我每天都在親這邊 後來我才發現有一招 就是我去拿尿布墊去吸他的尿 吸完之後 直接放在這裡 然後上面再墊一層乾淨 他下一次尿了之後 他就聞到 欸這邊是有尿的味道 好像可以尿這裡 他就在這邊尿了 所以大概已經成功了兩三次 他有成功了在這邊上廁所 但是因為這兩三天 其實我都在我房間裡工作 然後跟陪他 之後我可能會有很多時候 是會往外跑啊 或者是我有時候出去外面什麼的 我都其實一直提心吊膽 因為像昨天他就上廁所 在我吉他旁邊 我就其實會很怕我回來之後 他就把我整個房間都毀掉了 所以我還是要買一個圍欄 OK在圍欄的上面我還買了 巧屁 這個巧屁我還特別買比較厚一點 希望他這樣子比較舒服 哇 跟我的房間地板本來就很像 又很舒服耶 太太爽了吧 我現在在這個裡面 整個人都可以躺平耶 這也是我房間 能夠承載的最大空間耶 好 目前睡覺的地方 上廁所的地方 我大概都已經設計好了 很多細節可能都要想清楚 因為這跟他未來的習慣有關係啊 這些也都是在網路上面 看很多資訊學來的 來囉 你要進你的新家囉 我幫你設計的新房子 你有看到嗎 以後 這是喝水的地方 然後這是尿尿的地方 你看到嗎 那邊尿尿 那這邊呢 就是你睡覺的地方 嗯 熟悉一下 哭 嗯 好棒喔 好棒喔 看他來 啊 看他來 之後的日子 每天都可以發現 他又大了一點點 帶他看醫生 結紮 散步 然後去露營 去西邊玩 去爬山 成為真正的火焰冒險母狗 觀察大便的狀況 換更健康的飼料 房間也越來越亂 越來越臭 原本領養之前 擔心的那些點 其實全部都發生了 但那又如何 他已經是我的孩子了 來 嗯 這樣就棒對不對 他每天都 至少會去散步一次 所以 他都很自動的 會把頭鑽進來 走了 Let's go 出發 出發 呃 這麼快啊 你要自己走 你還是想到我 你要回來牽我嗎 你要回來牽我是不是 好了走 我們一起走 你最棒 這邊因為是太陽很熟悉的公園 所以我就會讓他在這邊奔跑 甚至有時候會騎車或開車 帶他去更遠的公園 我希望他的生活 很精彩 因為他是冒險王的狗狗 太陽 我不敢說我真的會訓練狗狗或什麼的 但是 跟他在一起這幾個月 我非常能夠了解他 他也 好像滿了解我的 這就是太陽的後續 他已經成為我的女兒 接下來跟太陽相關的所有影片 如果你們還想看狗狗的話 我都會放在我早安船長的頻道 IG 我也幫他創立一個 No.7 Nika NO7 底線 Nika 大家可以去追蹤 也是常常會更新 太陽的 所有狀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